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视频非常简单 我们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会去选择这辆SF2 第二就是它的整个外观内饰部分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设计 或者我自己觉得不太合理的地方 第三部分也就是这一台车开起来之后有哪些打破我们想象的 OK 那我们就从第一部分开始聊起 那第一部分关于我为什么要去买这辆SF2呢 那自然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又拍中了一张护牌 所以现在我是有两张护牌的男人啊 希望我们后期老师直接把两张护牌踢在我头上 告诉大家什么叫牌面 那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确实拍中护牌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其实在我们拍牌之前 我跟我太太就已经商量好要去选择一台Smart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对于空间油耗完全不在意 同时又喜欢这种比较个性小车的家庭用户 所以我们第一台车选了GTI而第二台车就选择了一个Smart 那很多小伙伴会说其实想要选一个比较个性精致的小车 可能宝马的mini或者说像是甲壳虫都是不错的选择 为什么你最后选了塑料感那么强的一个Smart呢 当时我们的预算是20万 撇去车牌占据了一大半部分 剩下10万块想要去选择一个品控特别好的mini或者甲壳虫 说实话是非常难的 那再加上我自己对于这辆Smart其实是有一定了解的 那无论是它整个外观颜值设计 包括它的变速箱从原本的AMT升级到6档双离合 我觉得都是一个值得去选择的理由 所以最终我们就把这辆Smart给带回家了 那第一部分我们主要聊的是 为什么我会去选择这辆Smart 4TU的原因 第二部分我们要来聊的就是这一台车在外观和内饰设计上 比较有亮眼的地方 首先其实在整个外观设计上 颜值就不多说了嘛 我个人觉得Smart 4TU在它的一些车门基盖的设计上 是蛮有意思的 首先就是前基盖 那首先要强调一点 这辆Smart 4TU是一个后置后驱车型 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一些简单的水箱啊 包括像助力业与刮水的添加功能 打开很简单在它的前进风罩这边 其实有两个小掰手的稍微一掰 然后就可以把整个基盖拿下来 这是非常轻松的一个过程 即便是女生也可以轻松去实现整个基盖的拆装 包括安放 你看轻轻往里面一推 两个小掰手一挤 这个车门就给装回去了 而来到车身侧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侧车门 是占据了Smart车身比例非常大的一部分 那这个侧车门是我买这辆车的时候 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 因为它是采用了无框设计的这种车门形式 所以看起来就很跑车嘛 双门无框车门的小跑车 但实际上Smart这一款车型的车门 可以看到它的面积是非常大的 所以其实在停一些横向停车位 边上车子比较紧张的空间下 它很可能是会打到边上的车子 那关于这一点设计呢 我个人保留一些小意见 所以我觉得它的设计是有漂亮的 但是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至于整个Smart车辆尾部的设计 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因为它是采用了一个天地对开门的设计 当我们拿一些小线行李的时候 只要打开后门板上的玻璃窗 就可以进行物件的放置 那如果我们需要放一些大线行李 或者类似于登机箱的话 那我们只要拉起小白的时候 把它的下半部分车门给放下来就OK了 那整个后备箱的空间 其实给大家展示 也就是我一个日常用车过程当中 会放的东西 包括鞋子 包括我的包 包括我的一些设备 那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大只是相对于这辆车来说 至少我个人觉得想 我自己要去出个拆 在后备箱里面放一个登机箱 甚至放两个登机箱 都是OK没有问题的 另外虽然麻雀很小 但是五脏俱全 像是它的一个割物板都是具备了 所以这也是方便 我们在整个用车过程当中 避免后面的行李滑到前排去 那整个外观部分 主要也就体现在它车门的一个设计上 那是有哪些亮点呢 接下来我们就到车里面去看一下 那从整个车内部分来看 质量Smart 4-2 其实我觉得它依旧是 应用了刚才我说的那句 就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在功能配置上面像是自动空调 自动头灯定速巡航都已经配备了 这个我觉得是蛮夸张的 它竟然还有一个全景的天幕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车子有天窗这个功能的 因为我觉得在用车过程当中 我很在意车内的视觉空间感受 那天窗的搭载对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是会有个非常不错的开阔感 那另外在整个车内的设计上面 其实有一处小细节设计 我觉得是这个Smart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它的整个 中控屏的这一块位置 是有一个手机支架的 这个绝对不是后厂去加装的一个设计 因为在这辆车出厂的时候 它其实就已经考虑到了 在这个上面留有这么一个小接口 可以让你去放一个手机支架 当然说到底还是因为钱不太够嘛 但凡钱够了 肯定是给你配一块大屏幕了 那关于动态部分 其实这辆Smart Fortu 我觉得从驾驶质感上面来说 它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虽然它的0百加速成绩 官方给到的是已经超过10秒了 非常慢的一个速度 但实际上我的驾驶体感会觉得 它跟我们的日系车是有点相似的 它的初段加速是比较迅满的 所以你只要踩下加速它吧 它就会有一个比较灵活 或者说灵敏的一个动态响应 那这一点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但是作为一款三缸机来说 它确实抖的也是很厉害 这场行驶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感觉不会那么明显 但是当停下来怠速的时候 它真的会让我抖到全身肉都在发抖啊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 其实我自己不是那么能接受 那驾驶这辆车我开的时候 大多都是在这种路况相对比较好的情况下才会去开 如果要早晚刚封开的话 我觉得它真的不是很舒服 那最后来聊一点就是 大家一直会说那么小的车排量才0.9G 它的油耗一定是非常低的 但这个可能要打破大家对于这一款车的一个认知了 因为它的油耗非常高 我自己的脚头比较重啊 所以我本来就喜欢开快车 但是我看了一看 大概在400公里的一个驾驶过程当中 时速是在22公里每小时平均的一个时速 就相对比较拥堵的城市路况 那这一台车的油耗是达到了8.3升 对于这样一个小尺寸小排量的车来说 我觉得这个油耗显然是非常高的 那我只能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 因为我们家自己对于油耗不是那么在意 所以其实这个油耗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唯一有一点特别麻烦的就是它的油箱非常的小 才二十几升 所以基本上我可能每开200多公里就需要去加一次油 那这个是有点不便捷的 OK啊那到这里我们也差不多来做一个整个视频的总结 Smart这一款车型直到现在我依旧还是非常喜欢它 因为它很小巧很灵活外观那时都还是蛮有设计感的 当然从整个动态驾驶上面来说也是可圈可点 动力表现比我们想象的也好 但是油耗也确实非常的高 三缸有点抖动 那以上就是我对这辆Smart 4TU的一个总结 我相信可能在过一段时间可能开到一万公里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来做一次报告看一看一万公里的品质下面 这一台车表现是否还会有什么提升或者说下降